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收看老师八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基础VI设计下 那么在上一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RGB和CYK这两种模式 然后也清楚了这两种模式的用法 以及它们的关系和区别 那么这点课呢,我们主要来学习一下 构成这个色彩的三个基本要素 首先呢,我们一起打开 Illustrator 在这儿呢,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是色相,第二个是明度 第三个是饱和度 这三个呢,构成了这个基础的色彩 那么色相就是很好理解 它实际就是一种颜色趋于另一种颜色的表象特征 就像我们看到这张图片 我们先不要区分于它是哪一种黄色 但是它都属于黄色这么大的一个体系里面 它的背景是黄色 而中间这张图片的背景是红色 红色系 那么最后面这张照片呢,就是绿色 那么我们称这个黄色,红色,绿色 这些称呼呢,它就是色彩的一个色相 当然它在这个底下也说了 红色加入黄色就会变成橙色 接下来是黄色 黄色加入绿色呢,就会变成黄绿色 然后我们把这些颜色排列起来 形成一个圈,深红色加入一点蓝色就变成紫色 虽然都是红色,但深红和紫红的色相不同 它们只是在色相上有区分 但是你在一个大的,归属到这一个冷色系 或者说是暖色系,或者是中性色系里面呢 它们又是一个集体 而我们需要记住的就是色相是颜色 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它的一种呈现 表象的一种颜色 色彩就称之为这个色相 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个单独的图去说明这个色相的一个作用 第二个要素就是明度 明度呢也好解释 就是指这个色彩的一个明亮程度 我放大这个图片 然后同学们看一下 明度,这个属于高明度 它就是三个阶段 最高呢可能就是最高 明度最高的颜色呢使用白色 最低呢使用黑色 做这个photoshop的时候 学photoshop的时候同学们都知道这个蒙版 非黑即白 如果这个,但是我属于中间过度这个灰色 如果是这个灰色呢 可能这个图片就看上去很朦胧这种 然后最低呢是黑色 需要提高色彩的这个明度 以这个染料色为例 就是像这个燃料添加 白色染料深红色添加了之后呢 就会变成 粉红色 所以深红色与粉红色的明度是不同的 因为添加了这个白色 提高了明度 所以它们两个的明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看会看到这个中明度的时候 适中的时候 就是说 界限很分明的时候 这个色彩呢 看上去会比较正常 但是当这个明度稍稍提高的时候呢 它的整体色调都会偏亮 偏白 而它变得很明度变得很低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不清 它会逐渐的像素点都会变暗 这个就是明度的一个概念 那饱和度呢 第三个要素 饱和度也称为色度 是指这个色彩的鲜艳度 鲜艳程度 不同的色相 所能达到的纯度是不同的 从以下图片我们可以看出 饱和度较高的色彩较为鲜艳 这个饱和度比较高 但是饱和度 你也不能调得太高了 一会我们会有一个举例说明 如果调得太高的话 那样的话 它也会丢失一部分的像素 很严重 出现很严重的这个噪点 因为它是提高饱和度以后呢 它的这些有一些色相会进行改变 会影响它的色相 然后饱和度较低的呢 它的色彩会变得很暗淡 这个三个呢 就是构成色彩的这三个基本的一个要素 让同学们着重去记一下 然后我们再切换到这个photoshop里看一下 这里边呢 有一张红旗骏的一个插画 在这插画里呢 我们这个按Ctrl U 调节这个色相和饱和度 在这里呢 看是不是老师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我们像滑块 现在是在中间 这个部位 这个图片原有的一个颜色 我们向左或者向右拖动 会发现 大面积的这个颜色 像这个绿色 有色彩的这一部分 都会相对的被切换成它的互补色 都会被替换掉 它的颜色都会被替换掉 而我们细心同学可能会发现 没有变的这个颜色 黑色 白色 灰色 因为它们是不存在色相的 所以像这个 所以像这只猫 这只龙猫这边呢 黑色 几乎是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它可能会包含一部分的一个 因为这张图呢 它属于不属于矢量图 它属于位图 位图像素点 它有可能会切过来的时候 会包含一些其他的颜色 不是一个纯粹的这个 嗯 黑色 灰色呢 可能也带着其他的一个颜色的 所以它会有一点点变化 但是变化不大 它基本是没有变 无论我把这个色相 这个拖动到哪个位置 它都没有变化 这个是 你看色 颜色本身的一个颜色 表象的一个颜色 会改变了 这个就是色相 那饱和度呢 我们刚才说了 它代表的是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 我们向右侧拖动的时候呢 它颜色会变得很艳丽 但是同时呢 也会出现 老师刚才说那个问题 它会出现一个噪点 这会儿我们就会看见 它灰色的这个部分 因为刚才的那些隐藏的那些颜色呢 会发生改变 当你色相 当你饱和度越高的时候呢 然后它也会跟着去变化 当你饱和度过低的时候呢 整个这个颜色就会变得很暗淡 但是黑白灰的这个层次 它还是有 这个就是饱和度 它指的一个是颜色的 艳丽程度 那明度很好 理解了 那你拖到最右侧的时候呢 那它就空白了一片 因为明度呢 就是控制画面的黑白灰 拖到最左侧的时候呢 它就黑中一片了 这就是构成我们色彩的一个三个元素 那么这点课呢 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个课呢 我们主要开始讲 色彩与系列案是其中这个冷色系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节课再见 这边是节目以后的推荐 也谢谢大家的 看来这边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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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